在香港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曾經或正受到濕疹困擾 除了遺傳因素、飲食、環境、壓力等等 都是濕疹的成因 她剛出生大概兩、三個月左右 皮膚開始紅 因為我自己沒有濕疹 所以對濕疹是零知識 最初以為是奶鮮那些 幫她用清水抹一下 之後發現嚴厲嚴重 整個臉、整身、關節位都紅到出水 眼見女兒的皮膚敏感時好時壞 Melody開始上網看了不少有關濕疹的文章 亦加入了一些媽媽群組 靠她們分享用些甚麼、吃些甚麼 初初不懂 因為覺得甚麼都要試 因為當時都挺嚴重 甚至乎看過西醫 用過淚固醇都不行 所以每一樣都會試 她們一分享出來我就去買 其實由普遍幾十元至幾百元、幾千元都試過 試用過的藥膏超過幾十款 但功效就不似預期 她後來開始留意成份表中 會不會有高危的成份 產品的成份表上 往往都寫滿法學用字 大眾就算塗完字典都未必明白 Melody就發現市面上有應用程式 可以幫忙分析產品成份 掃描完家裡的產品之後 發現不少都不合格 使用的潤膚膏 正正就是致敏原 好似這件產品 因為其實這件產品 我在網購買的 網購都是屬於 專門購買的 而這隻牌子 我本身都在香港有賣的 但這個系列 只有美國才有 原來它裡面有一個藥性在這裡 早前市委會測試指 市面上不少聲稱成份天然 或者有機的研發劑 都有有害的致敏物質 包括重金屬 甚至是一些被歐盟或內地禁用 可以導致基因發生永久性突變的成份 而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特別是有一種成份 我們大家都知道 甲醛我們通常都不想接觸到 因為它會致癌 但是有很多在洗手間裡用的洗澡用品 它一碰到水 它就會釋放甲醛出來 它只是去殺菌 其實它的原意是這樣 但是我們人接觸了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潛在的風險 通常如果我們在我們產品的廣告等等 它都會推銷一兩個特別好的成份 但如果你看上去的成份表 可能它有30種甚至更加多的成份 究竟其它的成份是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在產品裡 這個都是我一向以來的一個大問號 游斌是化學成份分析平台的創辦人 它說有不少產品為了延長保鮮期 會加入多種化學劑 在這個牙膏裡頭有12個成份 其中風險比較高的就是一些屬於佛法納的成份 另外第二個高風險的成份就是起泡劑 起泡劑很容易令到小朋友會有敏感 或者有紅腫 令到皮膚會有這些現象 即使是標明小童專用、可食用的產品 都不代表沒有可以致敏的化學劑 消費者可以說是避無可避 由它研發的程式裡面 素描條碼或者認低成份表 程式就會列出產品裡的每一個成份 並且根據醫生和生物化學專家的意見 將它們評級 分為1至10級 越高級代表越高風險 禁入成份裡也會有更多相關的健康資訊 我們主要收集了幾類的數據 第一就是發酵物 發酵物我們有超過15萬種 日常遇到的可能是幾千種 另外就是我們收集了30萬個不同的產品 還有我們收集了大概1萬1千個不同的病種 我們可以幫助消費者去篩選他們的產品 譬如我想篩選某個洗澡或護膚品的時候 我可以說我不想會產生某種毛病 例如濕疹甚至癌症那些 他亦都計劃加入更多食品、草物用品 和無應用品等的資料 令消費者更方便地避開大機會自問的產品 大概肯定就下足夠沒有 是有座科紀元 就下水晶賣摩 う 就下水晶來